中国广西知名风景区德天瀑布景区 10日发生重大事故 景区内的登高关铺魔毯项目突发故障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60人受伤 有目击者讲述了当时的恐怖细节 事故发生于当天下午 网民发布的视频显示 德天瀑布景区的魔毯 实际上是连贯山顶的输送带 游客坐在输送带上 可直达山顶 但在运送游客的过程中 突发事故 现场视频显示 事故发生时 场面一片混乱 甚至传出孩子的哭叫声 一名自称是目击者的网民 在网上说 事发于当天下午快两点 事故原因是魔毯的输送带中途断裂 导致游客掉下去后魔毯 还在网上输 送 人 接二连三往下掉 高度大概五米以上 现场一片混乱 新京报引述一位目击者称 事发时 他在楼梯转角处 听到有很多人发出惊叫声 魔毯设备可能卡住了 从底下不停往上转 有人被卡住 有游客胳膊上皮都掉了 公开信息显示 出事的魔毯 位于景区的中国 与越南交界的边境线上 魔毯全长约356米 每小时可运输 约3000名游客上山游玩 在北京八大岭长城脚下 三万余平方森林 在北京八大岭长城脚下大肆破坏山体植被环境 私意开山取石 非法毁坏 开发山林超过一万平方米 和矿产五万立方米 用于违建私人庄园 从2020年起 王伟明目张胆 在该块地建起围墙和大门 着手建设私人庄园 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和任何建设许可证的情况下 王伟明连续三年 甚至开凿八大岭长城脚下山体 毁坏林地 开采桥梦化基岩 和建筑诱杀超过五万立方米 导致八大岭长城脚下 山体永久性损害 和工艺林地永久毁坏 同时 王伟明在里面 伪建挖掘建设窑洞水池 院落等设施 占用和建设三块主要用地 超过一万平方米 窑洞十五个 开挖期间 未躲避查处 王伟明令人在非法建设区域 覆盖大量伪装网 大量种植草子 麒麟伪建 景中未远 竟然还有人敢在长城脚下 毁林萧山伪建私人庄园 非法占地直到 破坏之严重 令人触目惊息 我愿意对举报的内容负责 昨天晚上 在老家河北承德兴隆县 经历了暴雨后的山洪 我们住的民宿位置比较高 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民宿门口的桥塌了 梁亭被大水卷走了 凌晨 亲眼见到大树砸向了高压县 瞬间停电一片漆黑 没有手机信号和网络 与外界断联 听说很多车辆 被大水冲走 在我们附近有个民宿 26人被困在客房 两人被困在民宿周边的树上 我的名字叫陈大龙 先任吉林省白山市 封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我实名举报白山市纪委 刘明利 高通光 郝树光 充当不法伤人的帮凶打手 打击报复 正常履职的法官 我因工作正常履职 得罪了不法伤人 被其勾结白山市纪委 刘明利 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刘明利 未经批准 私自调取我的个人家族财感信息 并提供给商人 由该商人向白山市纪委 进行举报 白山市纪委 在没有我有罪证据的情况下 对我进行留置 留置期间 对我残酷折磨 使我被迫以绝食抗争 我的眼睛手术 也因留置延误 导致眼睛受到伤害 我爱人 因被纪委 多次长时间反复训问 而得了伤 重度抑郁 因没有取得我的 有罪证据 白山纪委 在拐押我 八十二天之后 解除了对我的留置 之后又对我进行了 长达一年的 拉拢社交场 仍然一无所过 但为了掩盖 打击报复的真相 逃避 错误留置我的责任 白山纪委 继续伪造证据 企图将我移送起诉 我曾多次向市委 省纪委 反应情况 寻求帮助 但居然无结果 作为一名 有二十八年党龄 三十七年法院工作经历的 老党员老法官 用这种方式求助 实施无奈 恳请有关部门 能够介入调查 还原实施真相 是我的问题 依法严惩 如果是我青睐 请还我一个公道 维护党纪国法的去年 尊敬的哈尔滨市 中级人民法院 陈喜平院长 吴天英副院长 我是哈尔滨市 道外区人民检查院 检察官 傅一强 今天通过网络视频 向两位法学专家 研判质问 道理法院在审理 2023黑0102 行出812号 刑事判决署 是否存在违法 具体事实如下 第一 本案标注 挂判案件的工作标签 是判决书 认定滥用值钱的证据 该证据本案 没有查清来源 和来源合法性 检察机关 庭审执政中 又不能举证 说明该证据的合法性 而法官周宇轩 却违法采信 该证据作为定案一句 请问 这是不是违法 第二 哈尔滨市政法委 2021年10月17日 情况说明证实 工作标签 是内部管理使用 是为了工作方便 不允许对外 一个内部管理使用的 工作标签 特观上是 绝对不可能造成后果的 而法官周宇轩 为什么隐瞒该事实 在判决上对该事实证据 只字不提 请问 这是不是违法 第三 本案证人张庆龙证实 标注罢法案件的 工作标签的线索 是其本人或者他人 派发的 并且提供了领取线索 派发单的书证 根据本案市政法委 情况说明证实 工作标签是不允许对外派发 我的工作职责是审查线索 不负责对外派发线索 违规对外派发的工作标签 和我没有因果关系 而法官周宇轩 为什么颠倒黑白 歪曲事实 强行认定 因工作标签造成的后果 与我有因果关系 请问 这是不是违法 第四 证人刘建秀 捏到事实 证实在哈尔比市 教育整个办 是我将暗示贴有工作标签的线索 交给其 并说是事与领导不犯 刘建秀的这份证言 有证据证实是伪证 哈尔比市教育整个办 工作人员 张庆龙 孔香西 提供了刘建秀 在线索派发单上的签字 该书证足以证实 刘建秀是正常签字 领取的线索 根本没有从我手中领取线索 而法官周宇轩 对刘建秀的伪证 不查证属实 不排除矛盾 违反法律规定 在判决书上 违反采用该证据 作为定案依据 对违证故义法处理 请问这是不是违法 第五 本案重要证人 到外教育整个办 负责人刘凤燕和线索负责人 傅东斌的证言没有提及 二人的证言 是唯一能够说清 到外教育整个办 将普通线索 违规以挂牌 证件案件转发的事实 而法官周宇轩 在缺少二人证言 及事实不清的情况下 在判决上强行认定 到外教育整个办 的违规行为 与我有因果关系 请问 这是不是违法 第六 到外教育整个办 将普通线索 违规以挂牌重点案件 转发给哈尔滨市 到外公安分局 该局将线索查实 并对被举报人 直接处理 由于普通合唱报告 上报到外教育整个办 到外教育整个办 又于普通合唱报告 上报市教育整个办 该线索调查完毕 不存在办案单位 督办处理的结果 而法官周宇先 你为什么捏刀实实 在判决书上 认定办案单位 将该线索 以督办案件处理 请问 这是不是违法 第七 从审法官周宇先 你在发挥 从审案件审理中 明知道公安机关 不具有阻止犯罪的侦查权 还在继续违法 你公安机关 对滥用职权调查体证 并对调查结果的 真实性 合法性 不审查 不核实 请问 这程序 是不是违法 第八 到外教育整理办 既然对外转发的是 督办线索 为什么向市教育整理办 上报的 却是 主动线索 合照报告 而不是督办报告 从审法官周宇先 你对该事实 为什么隐瞒不查 请问 这是不是违法 第九 本来哈尔滨市监察委员会 2022年1月7日 对我违法违纪立案 并有 逼案通知书 在从审法官周宇先 你不核实 审查市监察委员会 对我定性的结果 违法使用审判前 做出维持一审判决 请问 这是不是违法 尊敬的 陈喜平院长 胡天英副院长 我在检查机关工作30年 一直从事 读止犯罪工作 我深知 读止犯罪的构成要件 在本案中 道理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违法采信 非法证据 隐瞒歪区案件事实 程序严重违法 主管院长 尚新明 院长 蔡天书 包庇纵容 导致错误的判决 恳请两位院长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嘴声 审慎处理此案 管检察官 一个清白 感谢广大网友 请广大网友点击关注 我将继续 与广大网友密切联系 报道维权的结果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刘夏 我今天给大家 报个打了 报杂新闻 经过有关部门的委托 廖成嘴打 嘴有权威的申纪部门 申纪出来的毁宗标 先是 廖成是水无剧 东长夫去坟居 整首壳 官妻水手的 水武干部 旺行省 及其资力消防 儿子旺文贵命下 资金毁宗标 我给全国光大的 旺优朋友们 公布一下 现在 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 旺行省 仅经历 监管 澳大 11100多万 嗯 李小虹 仅经历 尽宽 高大 以前 250多万 汪温馈 银行 账户 尽宽 在经历 尽宽 高达1300多万 不到1400万 光达的网友 大家听听了 这三口仅宽 高达4000万 他三口都没有赶过 任何的生意 都是村上班住 都是李耀峰和王欣生 都是公务院 他儿子带一个耳机器 在那上班 都是生四公子的 这些钱是在哪里来的 咱希望有关博妹 关注一下 那个 两口子看来是在家里 甜甜他家里都在引钱 要不然钱多的 就不可想象 有小职业 也不是多大的管 就在小喽喽 就这么大的能量 要不说 正因为看来 有这么多的钱 所以都可以未非所带了 在这个社会上 一块铜池 没有公平正义 那钱一管卖铜 利用自己的这种关系 职员 大同一切关系 那个启夫人 坑海人 那个 就是未非所带了 就是 八发院 等他家里了 就让人 咱吧 现在都插出来了 再让人 就看看 继续下一步 看能怎么插吧 这几千万 咱还不带着他家的 海南的放餐 还不带着 这个料池的放餐 危害的放餐 光料池 好几套放餐的 还有那车 在家上那 接近五千万 咱都看看 有关博妹 必须要对人 警察起来 这个事 我也会 一直在关注 这个事 然后 那个 伟房屋 正在说 看来是 跟李耀峰的关系 这都看出来了吧 李耀峰 太有钱了 什么事 拿不下来 只要是 能有钱 拿下来的事 都坑人 在社会 是他的 不是他的 都坑成是他的 都想着 划销钱 坑打钱 然后 坑的还不是一个人的 现在在社会上 在时候 网友 我开了 全国曝光以后 老都给我私信了 所以李耀峰 坑人不是一天两天了 坑了几十年了 都在给我联系 到时候 还站在我这种 恶人 你不 坚决的等他 我都说了 必须把你扳下来 你被 弄了你了不得 李耀峰 你在得瑟 你得瑟 你已经 曝光以天下了 你 你得瑟就行 那老公 王先生 没有什么 职位 就干了一个 企业水收 那家的 就在财富来的 就让不命不败的 你去交代交代去吧 那三块 都交代交代去吧 听了吗 为啥我 如果在意 不行 还让你给 李耀峰 让你和同一块 我们家的最后 你也是一样 给你擦个地 操天 也是一样 到最后 也是对你是 一样下场 听了吗 行 广大的网友 咱今天就聊到这里 明天继续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 长生不老的 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 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 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 无法入侵 被称为 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 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 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 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 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 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 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 含有34种 人参造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 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造带 RA RF RG3 RH2 为高利人参 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 制作后的黑参 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 长期关注的 吃高利参 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 抗癌作用的人参 而G3的含量 比红身高八倍 人体对 玄宝黑身中的人 身造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六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继续